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除此之外 应该可以打开相机功能 记录生活中的美好瞬间 多功能万机 可佩戴的手机 柔性屏开启穿戴新潮流 解放了双手 并不代表解除智慧 万物互联傍身的同时 它还是您运动健身的私教 无论是肩步走 户外跑又或是骑行 手环都可以切换成不同的运动模式 就是因为手环当中 内置传感器 能监测您当下的运动状态 判断运动模式后 为您提供实时的运动数据 防水等级可以达到水下50米 它除了是您的运动私教之外 还有另一重身份 请开灯 打开卧室窗帘 打开电视 手环的另一重身份 就是您的私人管家 手环当中内置了 人工智能银系统 您只需要坐下来动动嘴 他们就可以乖乖工作了 麻烦您结账 智能手环还可以充当 门禁卡 公交卡 而且支持支付保支付 只要伸手一扫 就可以轻松搞定 智能手环 运动生活全掌控 手腕上的全能助手 运动项目越专业 配备的设备就要越给力 户外骑行 戴上它 安全又方便 你好 你好 是我 可以啊 好 那就定周五吧 刚才我之所以可以不用停车就可以通话 是因为这款智能骑行头盔 配置有高音质蓝牙耳机和防风降噪麦克风 可以有效地过滤掉环境中的杂音 通过蓝牙与手机连接 可以实现一键接听来电 正可谓是运动生活两不误 这款智能骑行头盔 所特有的运动摄像仪 拥有150度超宽阔视率 它所拍摄的照片或视频 非常接近于人类肉眼的视觉 日后回复时 也能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智能骑行头盔 多功能创意融合 畅想安全骑行乐趣 接听信息 除了手环和头盔 眼镜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嗯 好 明白了 行 好 明天见 其实它是一款墨镜和耳机 相结合的新型蓝牙定向式耳机 嘿 Siri 给我播放一首王菲的传奇 现在我已经听到了 耳机里传出来的声音 定向音频眼镜技术 使用的是独特的腔体分频技术 可以将声音投射到耳朵附近的区域 我戴的这个眼镜 左右静腿末端和下方静耳处 就是扬声器出音口 可以直接将声音定向隔空输送到耳朵内 过马路的时候 驾车的时候 也会降低安全隐患 定向音频眼镜 声音精准投射 让眼镜也能成为耳朵的助手 户外游玩 很多携带的装备都太过交气 有了它 就算碰到极致环境 也能轻松应对 现在我来到了湖边 将对这款包进行一个防水测试 来吧 打开看一看 我的设备怎么样了 镜头没有问题 相机也没有问题 这款背包是用专业的防水布料和气密加链制作的 将辅料和扣具织带固定在面料上 使包内达到全封闭的效果 它就像一个气球飘在水面上 防水等级可达水下20米 背包内置蓝牙温湿度传感器 可以监测包内的温湿度值 还内置了距离传感器 当手机和背包距离过远的时候 就会报警 从而避免背包丢失 智能防水背包 实时监测 全封闭保护 精密设备的安全堡垒 除了防水 轻便也是硬体标 再来看看什么叫机头背包 一旦我开始运动起来 我的运动速度越快 它就会越省力 既然数据表明 这款悬浮背包可以有效地减轻 在行进过程当中 15%到80%的负重 这款悬浮背包 还有一个别领 叫做机头背包 在行进过程当中 实现稳如机头 悬浮背包采用的是 受迫震动的原理 内置了一个柔性连接装置 设计了含有斜震 和阻尼模块调节的 运动背负系统 在其中发挥主要作用的 是柔性连接装置中 许多根并联的弹簧 通过选择柔软的弹簧 可以减小悬浮背包的 固有频率 减轻身体的负重 悬浮背包 阻尼调节 柔性支撑 让负重顺势而为 如果要去更远的地方 背包可能不大够用 别担心 有它帮你收起行囊 如影随形 这是一款自动侧面 跟随行李箱 它亮点就是 可以自动跟着人去行走 各位看 在这个拉杆处 有一圈的摄像头 这都是它的眼睛 它可以识别着碍我 同时也能够认识我 它的主人 来进行一个跟随 因为它通过摄像头 提出我的身体特征 我的衣服颜色 高矮胖瘦等等 一旦我们超过2.5米 这个手环就会震动 在闪光的来提醒我们 这个提醒会帮助我们 避免丢掉这个智能行李箱 科技的不断发展 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 我们的生活 而这款智能行李箱 就很好地解决了 我们出行中的一个问题 智能跟随行李箱 灵巧避障 伴你左右 开启轻松出行 新体验 怎么样 很多各具特色的 新式穿戴设备 已经从概念 走向了生活 也许未来 你我也能成为钢铁侠 好